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今天繼續來幫大家解答一些問題 昨天這個股市稍微有些指紋對不對 然後呢今天我相信大家看到有些股市開始做反彈 那我們待會會跟大家講 那我們這個開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個中華其實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中華已經獲利了30%為什麼呢為什麼呢都不會跌就很厲害 你看這個前幾天台股在下跌的時候他都沒有跌 那我們在哪裡買進的就是箭頭這個理由 這邊3月21號當時就跟大家其實也有分享 我們在其他的這個譬如財經集中還有在其他的節目都有跟大家分享 萬事恨通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然後他就一路的開始就往上雖然說漲很慢 每天這個漲停板的股票都看不到他但是他就慢慢漲 他就一直漲現在也獲利有將近快要30%了 所以像這樣子的股票跟大家講其實是為什麼我們會找到這個股票 就是底下有盤整區然後開始往上漲 現在這個下面全部都叫做盤整區還沒開始突破還沒有正式突破 但是今天是什麼今天走了一個非常強勢叫漲停板 直接就來到這條這個盤整區的上緣 明天也沒有機會去挑戰這個 近期的高點136.5 我跟大家講還是有機會的為什麼 因為今天強勢嘛而且是要什麼帶量突破 所以就是跟大家講我們就是找到像這樣子的股票 這叫什麼盤整然後點火股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一定要找到像這樣子的股票 小編有沒有今天有什麼問題來幫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又看到有觀眾朋友提問啦 像是翔碩資通跟聯亞這幾檔股票應該續報嗎 後續該怎麼看呢 好那我們來回答一下這個朋友的問題 這是我們觀眾朋友回答問題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下面做留言好不好 我們這個小助手都會幫忙把這個問題整理出來然後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這個翔碩現在狀況是怎麼樣跟大家講 翔碩不知道這位朋友你的買點是什麼 翔碩你可以看到現在上面長上去有沒有像一個M頭 好像就是 好像是一個M頭對不對 但是怎麼樣呢現在有個地方比較關鍵是什麼 他目前這下面大量在哪裡這整張圖上最大量在哪裡在這裡在3月中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他有個支撐在所以他上一次漲上去回答的時候 在這邊跌下來之後留下下影線對不對 價錢那個 這個價位就直接被推回去了所以這個地方有支撐 所以現在跌回來 要確定他是不是M頭只有一個方式就是 明天今天這兩天這個反彈都非常的弱 跌破 明天怎麼樣呢明天會不會來這個地方再來測試 假設明天 跌破 明天跌破怎麼辦你趕快要出來 趕快要出來跟大家講趕快要什麼 減碼你手上這張股票 我們先減碼一下至少比較那個怎麼樣 不會受到危險 但是跟大家講其實這張股票還是 強勢的地方就是因為他其實大量的位置還在下面 將近在這個1000出頭的地方 所以現在還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還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等到他直接跌破這個位置之後我們再做出場 我不知道你的買點在哪裡但是這樣子的建議給你 還是有機會能夠 反彈繼續往上 就是要看這邊的支撐有沒有力道 但是如果跌破這邊要記得趕快要先出來 我們先稍微的 這個讓這個先出來做觀望會比較安全一點好不好 再來是資通 資通的話 跟大家講其實 歷史高價在哪裡 歷史高價在77塊 已經是大概十幾二十年前的價位了 現在你可以看到下面叫什麼 有一個10年以上的盤整區 真的非常非常的久 他是盤整這麼久之後才開始往上漲 所以這種盤整越久的股票 只要一往上漲它漲就越兇 像之前有什麼東元對不對 四零電機都是在下面盤整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你看資通其實也是一樣 只要找到一張這種個股 也許就是漲一倍 你看三十二十六塊 漲到現在63.2還在漲 還沒有停 跟大家講這個股票還能繼續再看 為什麼 你看下面有二月份 很多人在這邊買進 這邊有幾張三萬張 這裡三月份有沒有買進 四萬多張又買進了 買完之後就繼續往上漲 所以能不能夠繼續讓你看 能不能多看一下 當然能夠多看一下 不知道這個朋友你的買點在哪裡 還是老化一句 如果你看這個地方是有 畫這條線這個地方其實有支撐 為什麼 漲上去之後有沒有 然後開始這樣 回檔之後 你就看到隔天馬上一隻強羊KR 把它推回去 推回去就確定說 下面怎麼樣 有人在撐 好像撐住對不對 撐住之後然後你看看這幾天 開始 後面也有做回檔 但是回檔都回不到這條線 那怎麼樣 價位就越來越高 你看今天還 跳空開低往下 又繼續推又推回六十塊 所以我跟大家講下面這裡其實支撐非常 非常的明顯 這才叫做支撐 有些 看圖的不會看跟你講什麼支撐 亂講一通 這叫做支撐 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只要一回檔開始就有人把價位推回去 所以叫支撐 有沒有機會繼續往上 有沒有機會挑戰歷史高點 我跟大家講還是非常有機會 所以你可以持續來關注 但是怎麼樣如果跌破這個支撐線的話 那就適時的先做一些減碼 我相信應該你有獲利 我相信你應該有獲利 所以 稍微的做一些減碼也沒有什麼損失對不對 再來是聯亞 聯亞今天跌停版 這個 這個比較 好慘 比較慘一點 但是我希望跟這邊朋友講 你今天問可能晚了一點 希望下一次怎麼樣早一點到我們下面來問我們 你手上有些股票可能 你很煩你覺得你很困擾早一點來問我們好不好 你知道 這個盤整區在哪裡這邊幫大家畫出來了盤整區在上面 盤整了五個月左右 聯亞從之前 從之前大家把這個圖把它縮小一點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來看的話 他是從上面非常非常高價一路往下跌 跌到這個地方好不容易開始出現一個盤整 盤整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漲不上去 這一邊其實有一段上漲 從這個下面三月份的時候有一段上漲往上漲 漲上去之後 從110幾塊漲到143塊漲上去之後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就漲不動了 就是要剛突破盤整區 然後就漲不動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這邊特別幫大家畫了兩個箭頭 你可以看到這兩隻是什麼大英K線 這兩個地方是大英K線 漲上去之後又出現大英K線 直接把這個 這才幾天這一個禮拜漲上去做這個地方盤整 好這這個底部就直接跌破而且是大英K線把它跌破 好隔天 可是後來好幾天 對不對都往上又又把他想要推回去140塊 結果又出現一隻大英K 我跟你講這個其實已經確定了 就是這個地方開始要往下 所以這個地方 一跌破的時候 尤其隔天要確定他跌破 這個地方其實是你第一個 可以考慮 做減碼做出場的地方 再來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 我又畫一條線對不對 好130塊 120幾塊不到130的地方 一直想要把他往上漲一直漲不上去 而且上面有一塊這個東西 好這個地方 已經都套牢了 老跟大家講 這邊上面套了 光這一天 143就套了13000張 這邊根本推不上去 然後 又隔了四五天在這邊橫盤 開始往下跌破這條線 這是你第二個出場 做減碼的地方 不管你要出場還是要做減碼 趕快這個地方又是一個訊號告訴你了 再來呢 就繼續往下跌一路往下跌 我現在叫你做停損你當然會覺得很痛 因為現在143塊現在只剩多少 105塊了 所以 有時候其實真的 錯一步 我們掃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我跟一直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股票要進到這個市場中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麼買跟怎麼賣 這個買點跟賣點的時間要掌握得非常的好 那我相信也許你不是專業的操盤人士 你的這個操盤經驗 我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但是 但是其實這有非常多的訊號可以讓你在其中 趕快找到這個出場的機會 好那現在連這個最低點都已經跌破了 直接今天是跳空跌停板 好現在 我們只能想說這103塊最低點 在1月份12月底1月份的時候這個103.5能不能夠守得住 今天已經來到這個105.5了 希望他能夠守得住啦 那我也希望這位朋友 因為你今天要跑今天直接跌停板也跑不掉嘛 那我跟這位朋友講 不要氣你我們這個當作學一個經驗 當作學一個經驗 下一次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的話早點來問我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我能夠幫你們避開這樣子的風險 那小編還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啊最近股市一直在下跌但是軍工股好強 我覺得資金都跑到軍工股那邊了 我是不是可以也買一點軍工股 軍工股現在還能不能買我們來看一下 軍工股就保一的部分保一你看 還在漲 這股市下跌都沒有跌對不對還在漲 今天又繼續往上漲今天又漲停板了還在漲 今天昨天 昨天跳空開高之後往下殺我相信很多人害怕 但是怎麼樣你可以看他是一個上升的曲線 我這邊沒有幫大家畫一條線其實是怎麼樣 是一個上升的曲線對不對 今天又往跳空往上又漲停板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現在能不能夠繼續追現在繼續追的話 我跟你講其實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如果你現在真的要進去追 還是可以但是重點是什麼 回檔 我一直跟大家講強勢股怎麼買買進去之後 昨天的明天買的話 今天的這個 開盤價跟最低價不要跌破 再來呢 這個地方是不是一個組合 在這個地方最低價也不能破 兩個這個出場點 兩個這個出場點讓你去掌握 所以 記得啊如果要去追的朋友的話比較小心但是這個股價 已經創了歷史新高了 46.6 昨天 64.6 這個寫錯了 這邊是新高 所以 還是有機會繼續往上 好再來是雷虎雷虎的部分是怎麼樣 一樣啊 一次一直往上對不對 但是他回檔就比保一來的深 歷史價在哪裡 4月18號才剛創的 85.2塊就是這個地方 好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有76000張 這邊有人賣檔然後有人就套牢在這裡76000張 保一有沒有保一沒有套牢的比較沒有 76000張在這邊套牢今天再往上漲 能不能去追我建議你不要去追 我建議你多等一下 在這邊可能漲上去之後馬上又會看到他這個賣壓釋出來然後在這邊做震盪 也許還會出現升回檔 好所以我建議你多等一下 雷虎不建議去追 再來是漢翔 漢翔的話你看 這個4月17號也是創歷史高價這59.5塊 然後你看他最近回檔是不是有這邊有撐 有撐對不對跌下來之後馬上怎麼樣 又被推回去了 然後呢一樣 好像跌不下來又跌不下來而且那現在最大量在哪裡在59.5 能不能夠消化得了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啦 你明天如果要繼續追可以 繼續追可以 這條支撐線就告訴你是停損點 或是你 如果這個跌破之後 又跌破這個最低點 你會發現這個情況不太對 那我跟你講這個地方是不是你就可以考慮 我追錯了 就認錯 記得買進 買股票買進去要記得什麼要認錯 跌破了之後趕快你就先出場我們作為觀望 其實 你看他這裡現在在57.5對不對 這邊大概在哪裡 54塊附近 青春點 你就算賠也沒賠到多少錢 所以我跟你講 假設你真的很想去追的話 那記得這個我跟你講這些重點你要特別要記清楚 好那我跟大家講如果你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的這個留言區做留言 只要我看到我們小這個小助理都會幫你做整理 那請你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分享 這樣子小助理會特別優先把你的問題選出來 所以歡迎大家來詢問 我會很樂意的幫你解決你在股市上的任何的問題 好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盤錢的資訊盤錢其實我們在LINE跟TQ上都有跟大家講了 美國科技股費半昨天其實都已經開始做指紋了 然後那個聯電ADR還上漲1% 那我跟大家講這 15200 可能是低點但是要取決於今天的走勢還有明天的走勢 那如果是出現止跌回穩開始做反彈 跟大家講那就有機會 在這個15500點附近持續的在這邊做波動整理 那只要是在這邊不做波動 我們就很開心為什麼 因為你在波動的時候就會很多個股在輪動 那你機會就會出現非常多 所以不要慌下跌的時候不要慌 特別早上還有提醒大家 跌市只要一結束就會出現非常多的機會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你看 今天台灣股市是開平盤 沒有跳空往上也沒有跳空往下 然後開始開盤的時候就往下對不對 然後盤中就直接往上拉 早盤就直接往上拉 然後最後尾盤才又殺下去 這樣子走勢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其實這樣的走勢我並不滿意 我本來預期 我本來希望他能夠漲到15500 這樣子接下來的話要看明天走勢 基本上這樣子的反彈已經比較弱了 已經比較弱了所以他還會再來測試一次這邊的位置 所以跟大家講 現在怎麼樣你要怎麼操作 你現在操作的話你手上輪動的速度一定要比較快 你要比較靈活 有些個股出現一些不對的情況 你要趕快怎麼樣 趕快做一些解碼 趕快的去 先退出來我們觀望一下 不要想說這個股票我要爆 爆個半年 也許 這一段下跌的時候 就可能 這些股票他不抗跌 他就跟著開始移軟往下做下跌 你沒有找到大戶 沒有跟著大戶一起在操作的話 沒有找到盤整的個股的話 也許這些股票 他就會開始做一些下跌 有大戶保護他才不會下跌 所以其實我跟大家講 找到這個盤整區 找到這個大戶 我們跟著上車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 到底要怎麼樣操作 其實我在LINE跟TG上 都會持續的提醒大家 也歡迎你持續追蹤我的節目 那明天 這個走勢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就明天繼續來聊了 就明天再見 拜拜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富豪 就是你